监狱的一道石门被打开 一只吃过892人的猛虎被放了进来 但是托尼并没有感到害怕 因为他认识眼前这只猛虎 虽然他看起来很是凶残 但他其实是一只在当地出了名的妈宝虎 可下一秒猛虎却突然变了脸 直接向托尼扑了过去 凶残的猛虎喜怒无常 想吃饭的时候随时都会吃掉身边的活人 托尼急忙掏出怀表 依靠太阳反射光线吸引猛虎的注意力 可没过一会儿猛虎就玩腻了 继续向托尼发起了攻击 与此同时侦察兵小蜻蜓回到了船上 并向鹦鹉船长汇报了情况 鹦鹉急忙召集了所有动物 前往城堡里的监狱进行救援 而此时的托尼被猛虎折磨得命悬一线 就在这时鹦鹉及时地冲进来帮忙 但却被一爪子打飞在地 眼看着一人一鸟就要成为猛虎口中的美餐 在这关键时刻黑猩猩也及时地赶到 他照着猛虎的头部连续打出了十八拳 结果被猛虎一巴掌打猛圈 随后他被猛虎扑倒在地 在一旁的托尼见识不尿 赶紧给黑猩猩出了一个狠毒的招式 黑猩猩急忙乘胜追击 直接骑在猛虎的背上就是一招凶狠的锁猛 猛虎渐渐地被勒得晕了过去 黑猩猩得到了托尼的认可 自豪地会心一笑 而北极熊把炸药扔进武器库里 利用强烈的爆炸制造混乱 吸引这边暴君的注意力 趁这个机会 小男孩找到了传说中的航海笔记 在这个笔记里 记载着到达石人岛的详细路线 可刚要拿给托尼 就被小胡子杰族先登抢了过去 他不仅要抢夺岛上的宝物 还下令炸毁了托尼的船 还好动物们及时跳船保住了一命 差点被淹死的鸵鸟 被北极熊几巴掌救了过来 托尼的船渐渐地沉没下去 他们也失去了登陆石人岛的机会 可就在这时暴君突然出现 他虽然憎托尼 但也知道自己的女儿最爱眼前的男人 所以他为托尼提供了最好的货船 去追赶小胡子 托尼借助大金鱼提供的情报 一路加速追赶 很快就找到了恐怖的石人岛 当众人刚偷偷地潜入洞穴 就被小胡子逮个正着 全部被抓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一根石柱发出红光 守护洞穴的火龙突然苏醒